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我們今天的嘉賓訪談的環節 如果在多倫多住超過20年的朋友 相信一定不會忘記當年Highway Seven的發展 就是在列治文山 以前Highway Seven是一片荒木的農田 之後相繼會見到時代廣場、黃金商場 以及銀溪中心等不同的華人商場出現了 亦令我們的華人非常自豪 以及列治文山的華人亦有很多商機 今天我們的節目請到了當年開發 Highway Seven的地產發展商之一 他亦是富城地產的老闆Viu Song 上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你好Viu哥 你好 各位好 很多朋友都叫Viu Song 我們叫他Viu哥 多謝 多謝 首先Viu哥 我知道你做地產做了很多年 其實當初你是怎樣開始想到 入地產這一行業的呢 如果這個情形 追溯到75年的時候 我來加拿大讀書 在那個時候我父親 就參與了一個世伯中年先生 他在士加堡開展的第一個環商場 是哪個商場 當時叫做東城商場 而事後現在也有老里牛肉麵的一個商場 我知道了 那時候就是你一個叔叔開發了這個商場 那在這個情形之下我偷到詩 認識、學習多少 所以亦受影響 亦入了地產這一屆 幸好你那時候跟了你叔叔 入了地產界 但是亦都令到我們多人多的朋友有福 我知道在20年前 就是High Reset 在Richmond Hill那裏 很多華人的商場都是你開發的 那當初你是怎樣想到要開發的商場 以及經過是怎樣的呢 在那個時間 剛好是90年代的時候 早於80年的時候 香港的交接有一個不明浪的時勢 在823年的時候 英國的大長逸夫人去中國 跌了一交 亦都引起了那個不明浪的情況之下 香港很多企業家就考慮移民了 為它下一代等等鋪路 而因為這個情形來講 就在加拿大的一部份地產人士 或者我是其中之一 掌握這個形勢 我們就組合其他一些中東來的 新移民的發展商 我們就開創一個新的生活 新的商業模式 在港式 所以於是也看到Highway7 發展一些我們稱為 港式的華人商場 所以你對Highway7的開發 立了很多功勞 不敢說 現在在列治民山吃東西 千萬別忘記Viu哥 其實你說到你剛才開發 Highway7的商場 當時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或者有什麼趣事 跟我們說一下 其實有的 在最初的時候 我們跟一班 從中東來的新移民發展商 去說述這個概念 但是畢竟外族的發展商 當時來講 不是真是很認識 可以說大家一起摸著石頭過河 一步一步走 所以你剛才說 我的功勞實在不敢當 只可以說是團隊的工作 如果你說現在去看 掌握環境等等的情形 現在中國的投資者 或者因中國的開放 他們的企業走出來 走出全世界 其實我們加拿大的機會 更加波難壯闊 說到你二十多年前 已經在開發Highway7 今時今日的地產都非常蓬勃 你覺得你在二十年前做地產 發展這個地產的時候 和今時今日 你覺得有什麼最大的不同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大的不同 可以說 衣食住行 住是人所需要的 只不過可以說 我覺得是不同的時代 有不同的口味 現時來說 我看到中國來的朋友 特別是中國的投資者 他們的背景在製造業 世界的貿易業那裡很多 相對於我們中國 這個時勢 我們是應該掌握的 所以來說我覺得 我們從事地產行業 特別是從事我們稱為ICI 就是工商業投資的方面 應該在這方面鑽研多些 而我們地產從業方面 也都有很多從中國來的朋友 在這裡讀書 成長 移民 他們在中國國內有很好的人脈 在這一方面 我實在很希望得著他們的力量 讓我們華人社區更多發展 更豐盃的發展 是的 我想你的眼光一直都是非常好的 其實除了開發Hive 7 你們也有另外一件事開發的 我知道列治民三萬感事華商會 有幾位創會的會動 你都是其中之一的 當時其實情況又怎麼樣 為何會想到開一間華商會 因為我們去到Hive 7 當時來說是一個新的社區 當時來說 我和一班當時在黃金商場 從事商業做生意的朋友 有建於我們需要用一個商會 團結的力量去推動 當年的創會會長 就是今天在國會裏面的梁忠森先生 沒錯 在這一方面毫無疑問 商會是能夠凝聚我們做生意 人一起也能夠發展一種聲音 就是無論在推廣或者政治層面那方面 都能夠得著一種信仰 希望產生一個好的平台 我知道除了是列治民三萬感事華商會 你是前會長和創會的會董之外 你也都最近有一些大計 你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大計不敢說 不過最近我覺得 旺市那邊也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特別是它的背景是很多工業的 傳統上它的工業是蓬勃的 我個人覺得那裡的地方 是很值得我們從事華人發展的 多在那方面 看一下研究一下 從而能夠令到我們華人的商業 走出更大的空間 所以這方面 有些推動 所以我知道你也在推動往事的一些 希望華商 也有華商會有一個新的發展 是 是的 其實如果大家在地產方面 你覺得譬如有些人說 現在的市道很多商場都不斷地出現 Condo也很多 其實你覺得樓市是否繼續都會好呢 多倫多的樓市是得力於有新移民 和國族裔方面進入 特別有時候很有趣的 加拿大是一個安樂的地方 有時候 有時候 其他地方的動亂 反而給了我們一些得益 當然我們不是希望其他地方動亂 我們去好 我們絕對不是這樣希望 但是現實上 好像現時歐洲的動亂 亦都令到他們的年輕人 很多時來講 會考慮過來加拿大發展 所以我覺得地產依然是有它的能量去發展 不過毫無疑問來說 我們對於已經旺了這麼久的市場 畢竟有時候要休息 所以每個時候都量力而為去投資 這樣便會來得萬無一失 Vil哥的意見真是非常忠衡 多謝 如果大家有甚麼問題想聯絡你 怎樣可以找到你 我自己的公司就是在350 Highway 7上面的 21世紀富城地產 如果大家在報紙等等 都能夠找到我們的電話和地址 謝謝大家 今天就謝謝Vil哥上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你 以後又開發些甚麼新的東西 馬上告訴我們 一定一定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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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